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哈喽大家好 我是明德 在拖了很久以后 今天终于要来聊聊 前阵子刚结束全球内测 但我感觉不太妙的 成白境遇 还记得游戏开测前 官方人员还要联系我 想说我就可以稳稳的坐等他们发内定资格 不过我还是太年轻了 后来就直接被彻底遗忘了 果然这就是小频道的宿命 但还好我自己有额外提前预约 不然就差点重计了 那提前声明一下 官方上个月的陆浮内测阶段 就已经有公布未来的优化方向 所以我本次有提到的部分 到时候跟公测版本很大的几率会不同 但也有可能会差不多 毕竟官方预计在7月20号上架 就算以陆浮6月2号关闭测试来算 也就只有短短一个多月去修正 就不提国际版的其他问题了 光UI、美术、养成、关卡、剧情等 陆浮官方公告要修正的内容就不少了 已经不知道该说是胆子大 还是以无所畏惧 双手一摆准备摆烂 就看到说是真的会细细打磨 或者就只是厨房走一圈就重新端出了 本次因为我忘记测试手机版 所以接下来的体验都是以PC版本做分享 不过这种射击游戏 确实在主机或者外地手法上体验会比较舒服 游戏使用狙击枪这种需要一定操作的枪支 在手机上玩真的会很便秘 游戏开发商是C3G 对他们感兴趣的话请去右上角影片回顾 而之前在另一款双生幻想上有提过 C3G除了武侠题材外 早期就有做过枪战类的游戏 像在2016年的少女咖啡枪 以及2019年同IP的续作 双生世界少女咖啡枪2 那后来台服跟日服玩到都是后者 一般也都是以少女咖啡枪来代称 不过两款实际上是不同的 这边跟各位稍微说明一下 不过游戏只在开服后有不小热度 之后就光束凉去了 台服于2020年4月16号开服 结果又不意外的在去年的6月20号 始于B站之手 诶?为什么我会说诱呢? 但那时候的游戏内容 其实比起本次游戏 整体反倒是更偏向目前的二次元游戏 甚至包含一些可互动的色色元素 但可能也是因为这些元素 在陆服也注定活不久 因为一定会被各种友善和谐 不然就准备弹指消失了 那这次我们就直奔本次游戏 最多人诟病的美术吧 当时我第一眼看到这游戏画风 其中想到的是另一款游戏 魔形少女Awake 那这边稍微提一下 目前像在3D手游上 做的渲染主要分为三大类 PBR、NPR 还有几何两者的混合类型 虽然我以前也学过3D建模啦 但也都还给老师了 仔细的每次按下Renture后 就可以去睡了 久到靠北 那PBR一般是用在强调真实 或者仙霞作品 那稍微例外 就是刚刚提到的少女魔形Awake 那NPR就常出现在二次元 或者动画类游戏 的卡通渲染中使用 我在之前那款小千世界里面 有做比较详细的介绍 不过那款也没后续了 但公司好像还活着 我自己觉得那款大概率是不会推出的 毕竟实在拖太久 已经跟不上时代了 而PBR跟NPR的混合类 一般是对头发皮肤使用NPR渲染 然后服装装备等使用PBR渲染 像我之前提过的 非匿名指令 众神派对 之前释出PP的少女玄线2追放 或者前阵子内测的白金回廊 加上本次的游戏都是这种类型 但因为混合渲染起来 服装通常是占较大的面积 所以处理不好的话 整体的表现就很容易有塑料感 这也导致普遍的看到这款游戏的评价 都是建模不好看的原因 所以本质上是对这种渲染风格的排斥吧 毕竟美术还是要一定的符合流行取向 太特意要么出众 要么就会成为小众 尤其更重要的是 在人物设计上都太硬核了 简单来说就是不够色啦 看上去就很不二次元 当然也不是指一定要带有Q弹的大史莱姆 或者裸肉等元素 更多的是能不能显得淘喜 毕竟二次元最重要的外型人色要先立起来 XP可以冷门 但不能邪门啦 像我之前提过的环心铝色 虽然人物设计上也不见得多淘喜 但至少没有左偏太多 而且好巧不巧 对比你最近内测 同为二次元射击题材的卡拉比丘 就会显得弱势非常多 不过卡拉比丘目前我也是不太看好啦 毕竟PVP游戏 最重要的无非就是社交平衡外挂处理 前两者可以靠代理腾讯 coco和后续的营运来调整 但外挂永远是最难解 而且容易被摆烂的问题了 我往往也是让多数人退坑的原因 目前在内测阶段 已经有外挂出现了 就等到时候空射再看看吧 那回到城白峻域 若在美术上并不受大众买单的话 那玩法上是否能出彩呢 游戏采用第三人称视角 主打单人向的PVE 而射击类玩法 也让他从近期移动动作 回合这个类型中脱颖而出 枪质的类型有不少 像是常见的铺枪 线弹枪 狙体枪 冲锋枪等 但至于射击手管方面 就别太要求了 而实际体验下来 具体枪还是在游戏中最推荐的类型了 可以在远程就把怪物打爆 而且游戏中会有隐藏的锁头机制 可以适当的辅助玩家射击 带来不错的手感反馈 玩家一次最多上阵三名角色 而且可以自由切换施放技能 分为个人技能大招以及后台辅助技能 然后施放大招的时候 会有一个不太吸引人的动画 真的就是字面上的意思 建议可以在动作设计上再加强一下 另外不少的技能跟射击 结合表现上略显微妙 像是强化射击、治疗、丢手榴弹之类的 还算好理解 但像是什么弱雷范围技、转圈圈、冲锋途径等 就显得有点太突兀了 毕竟它不是什么哈利波特 或者有什么近战武器 外加游戏新阶段是没有跳、蹲、趴等操作 所以反倒会觉得更像是在玩一款动作游戏 而不是射击游戏 你就算把枪换成刀或者其他武器 也完全没有任何违和感 可能每次在设计上要再思考一下 表现上不要这么魔法感 然后目前队伍之间的技能配合 没有很明显的强关联 虽然每个角色依照属性有不同的功能性 但因为每场的战斗模式都是大差不差的 也没有硬需求要特定技能或者操作才能通关 导致你的队伍可以随便配 甚至一个人也可以 全靠输出硬上就好 然后地图的设计普遍都很大而且空旷 并不太像一般常见的射击游戏场景 然后AI设计又很蠢 很赤裸裸的站在那边 远远的就会被玩家当把子打 挺缺乏射击游戏中那种双方交火的紧张感 但我也不确定将敌人AI设计的如此低能 是不是为了降低手机玩家的操作门槛 如果是作为单纯爽爽射击的话 这样还是不错的 但如果你是想追求硬核射击的对战快感的话 那N年前的系列是玩起来可能都比他强吧 而且在缺乏掩体、潜心等元素下 场上想到的解决办法 就是塞了很多没啥用的透明墙 有跟没有一样而且显得异常突兀 就明显是在告诉你 这可以用哦 用用看嘛 但我的评价是 真不如多放一些障碍物像车子或柱子等 而且游戏中还有些奇怪的bug空气墙 你必须要绕开才能对敌人造成伤害 然后还记得角色的技能吗? 可别被什么梗图骗了 魔法技能在这世界才是真理啊 在多怪情况下 一直甩技能真的是比射击好用非常多 射击往往真的只是辅助作用 最后建议官方 如果在关卡的设计上真的没有想法 不如开放一个自定义的玩法吧 可以透过参考玩家的设计来规划 那养成方面后续官方也会下调 所以本次我不会讲的太深入 至少单以现阶段来看 实在太过细碎又繁杂了 首先角色是抽碎片养成 啊又是碎片 我真的是醉了 拆分成五大格 每一格要升九次 厂商可能知道这样太坑 所以SSR角色 从不抽到一次的话 可以升满一大格 SSR角色就是要抽两次 还算是合理 另外在商店或剧情关卡 又有类似其他游戏那种 能免费获取碎片的方式 保证在长期游玩下 也能慢慢的将角色突破上去 但现在每一款游戏的官服速度 可能在你好不容易 毕业一只角色以后 就提前到来啊 所以远不如抽卡等歪来的实际啊 个人是建议 虽然目前有联机打副本的玩法 但大部分都还是单人PVE的情况下 还不如降低角色的突破成本 这样去抽卡的人可能还会多一点 或者靠慢慢月卡皮肤或者通行证 保证有最低的养服收入就算了 厂商真的不要再想可以一夜暴富啊 就目前的内容来说真的不太现实 再来就是常见的刷装备系统 三件套外加随机词条 真的是左边游戏做牢 换右边游戏做牢 然后还有一个天赋数 可以用来个人化角色 但这方面我觉得不如参考像是生控之眼 可以透过低层门方式获取 而且切换方式也很简单 不保任何限制 毕竟你这游戏没有PVP 把机制锁死实在一一不明啊 再来就是武器 除了等级跟突破 也有类似专武的设定 但好处是没有强防角色 缺点就是必须靠抽 然后后期还可以透过装配件来改造 那你以为总算有硬核射击游戏的感觉的时候 很抱歉 并没有啊 它并不是那种很硬核的射击游戏 而且我觉得很高的几率 后续会变成魔法技能大战 所以单纯也只是沦为提升战力之用 跟追求手感上并没有太多关系 其他关卡方面 刷处材没有自动跟扫荡 但可以多倍耗体力还算能接受 不过它的各项倍率又锁在关卡上 就是如果你想省时间的话 必须要强行去推主线才能解锁 这个设计逻辑到底是谁想的 推出来我绝对不打死你 其他就是剧情啊 深渊刷富不能等 中规中矩 没有太多突出的部分 那再来课金方面 一开始有个新手保底抽 50抽打8折 实际上就等于40抽必得SSR 后面就是开启长柱加一个武器池 长柱的话是80抽保底 武器为60 120大小保底 换算到价格方面 因为本次台版没有开放课金商店 所以我是依照路板价格去换算的 不考虑双倍的话 10抽约在700人左右 挺中规中矩的 而且靠关卡送的角色也足够了 并没有明显感受到那种必抽的人卷卡 其他话就暂时没有太多怪东西 我好在啊 因为这次游戏并没有吸引到太多人的关注 所以也没人去充官方让他砍掉有的没的 算是在价格策略上逃过一劫了 有人看到这边可能会疑惑 诶? 为啥我这次会跳过没讲剧情呢? 主要还是太过于老套 经典的 失忆 醒来 世界变 灾祸 寻亲 养后宫 并没有太多有趣可讨论的 外加现在的游戏再没有配音下 如果第一时间没有很突出的剧情观 真的会想跳过啊 另外后面也存在一些争议的剧情 不过厂商表示会改掉 而游戏塑造上的角色定位跟明朝又很像 有点像是连工具人都不如的工具 与其他角色之间的关系有点微妙 那江湖传言啊 说写这个剧情弯的 跟后来负责明朝的是同一人啊 真的就是 你怎么还在这了 所以这一款游戏还要看你对二次元加射击题材 有没有兴趣 不然就果断忽略这款吧 目前这段真的没有太多吸引人的部分 结论 北方有家人 爵士而独立 一故亲人城 再故亲人国 虽然我们常常会调侃一款游戏 好看但不好玩 但我玩好看真的是最基本的基本了 至少你还能晒出来 但真的不好看也很难玩得久啊 毕竟艾美是人的牵性 不论外在或者内在 是吧咕噜 在美术上有所变化 当然也是件好事 毕竟现在要在游戏圈突出 在风格化下功夫 也是常见的手段了 但过于标新利益 也很微啊 像之前官服的巴比伦的陨落 一开始也是采用颇具自信的油画风格 但实际游玩体验并不好 那外加其他更糟的事情就别提了 还撞车同期的艾尔登法环 直接被打烂 虽然说你这款游戏的题材 对手并不多 但玩家在游戏的选择上并不少 可能更愿意凝缺雾滥 现在一段看来还有一段很长的路要走啊 就请加油吧 今天的影片就到这边 我是冰德 我们下次见 掰掰 请不吝点赞